航空借财刚刚恢复生机 亚洲航空却在这个时候透露 在两年内大肆采购新飞机的计划 这会不会太过激进呢? 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最热闹 我是主播宝心 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 Capital A公司总执行长 丹苏与东尼菲南德斯宣称 亚航会在未来两年大量购买飞机 尤其是用在中程航班的宽体飞机 公司已经拥有大量的载体飞机订单 而东尼考虑增加宽体飞机 显示了中程航班市场的强稳复苏 尽管亚航长期以来向空中巴士采购飞机 但东尼就指出 目前该公司还没有决定 要向哪一家飞机制造商购买新的宽体飞机 甚至有可能通过租赁和直接订单来组成 不过他也强调现阶段 公司还是会把从疫情打击中的完全复苏 当作首要任务 东尼说亚航正在努力让旗下所有的空中巴士 A320系列载体飞机重新投入服务 目前已经有170架飞机运作 而剩下的35架飞机 则可能会在今年8月恢复营运 换个焦点 东南亚电招车和送餐服务公司Grab控股 在本周证实会裁掉1000个工作岗位 也就是相当于减去11%的人手 这也是该集团自冠病疫情以来最大规模的裁员 外媒报道 Grab控股总执行长陈炳耀在昨天写信给旗下的员工表示 这次裁员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获取盈利的捷径 而是作为战略重组来适应当前的商业环境 他认为随着科技飞快的演变 资金成本已经上升 直接冲击竞争环境 因此必须通过重组来持续的提供更加可负担得起的服务 扩大市场的渗透率 他就说就算没有裁员 Grab已经在控制成本 并能够在今年实现取得调整后 除息税贪消只就前的收支平衡 换个焦点 世界首富马斯克在最近一次采访中 再次谈到人工智能AI对人类的威胁 并且反对将AI用在军事上 马斯克认为人们有可能将人工智能用在不良的目的 就比如操纵公众舆论 而聪明的人工智能可能会通过假账户 来煽动愤怒发动一场战争 不过之前马斯克更需要担心的是来自推特员工的愤怒 推特员工昨天入禀就金山联邦法院 要求该公司兑现有关奖金的承诺 员工们就表示在马斯克收购推特前的一个月 包括前财务总监内德希格尔在内的高管 都一再给出承诺会支付去年奖金的50% 但随着马斯克的到来后 这些承诺还是没有兑现 代表律师就表示欠下的奖金数额高达数千万美元 而之前推特也被爆出拒绝支付即将到期的谷歌云账单 并且还因为拖欠房租被逐出了 位于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办公室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受到半导体周期性下滑的拖累 UWC公司的盈利表现下跌 首五九个月的核心净利坠入得5200万令吉 达不到丰隆投行研究的预期 行家指出公司的订单量也按计下跌11%至1.2亿令吉 其中大部分是来自半导体 根据行家了解 UWC已经开始在巴都加湾建设一个无城设施的新厂房 来满足前端半导体制造和电动车项目的需求 行家下卡2023和2024财政年的净率预测38%和9 目标界也下修至3令吉12仙 但维持守住评级 来看深得 尽管产业业务的收入贡献增加 但是深得首九个月的核心净利为312720万令吉 还是低过打证券的预期 这是因为制造部的销售额不理想 行家指出由于全球的需求依然低迷 包装制造业的表现在短期内预料会疲软 而更高的电费和人力成本也会继续打压公司的赚幅 不过行家相信深得产业需求将在未来几个季度内保持强劲 因此下调金明后三个财政年的净率预测幅度介于5%到10.2 目标价也下坎到三令吉77线 维持买入评级 来看下一个股项 PPB集团最新季度的业绩表现不错 大华接线研究在参观了旗下联邦集团FFM 在八声音打倒的加工厂后 对高效率的操作和年轻管理团队的表现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行家了解到该工厂目前正在探索植物肉新产品 目标是在第三季推出 尽管其中一个主要客户的合约到期 可能会导致该工厂的第二季销量下滑 但行家预计第四季的销量就会改善 因为他们正在通过新产品来吸引新的潜在客户 同时行家看好集团的农业股粮业务 电影业务以及丰益国际 将在今年剩下的三个季度贡献更高的盈利 行家维持买入评级和19令吉时限的目标价 可遍 监 pity 当欣家人呢 怒务烟 飞 坏 平日